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潜力股 只用看五个特征 很早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为什么毕业两三年之后 人和人的差距如此之大 究其原因就是潜力两个字 一个人有没有潜力 跟他读书好坏 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读书好的人不一定潜力就高 读书差的人也不一定潜力就低 这在我多年工作的所感官中 得到过无数次证明 所以今天总结了五个职场上 高潜力人士的特征 供大家参考 欢迎对号入座 一、对专注的事情抱有好奇心 好奇心都并不陌生 但注意我加了一个前提 对专注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人为什么一定要吃饭 水为什么从高往低流 这也是好奇心 但这些跟你的工作 事业和生活没太大关系 换句话说 你的好奇心一定要带有目标感 你不需要问十万个为什么 但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而不是想当然脱口而出 比如做数据分析的人 数据异常就应该引起好奇心 做项目管理的人 项目流程一直卡壳 就应该引起好奇心 做市场营销的人 消费者行为发生了变化 就应该引起好奇心 为什么会这样 产生这种现象的源头是什么 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哪些可以做出改变 改变的难以程度和顺序步骤 应该是什么样的 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条件和资源支持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风险 你的好奇一定要好奇在点子上 它要能启迪进一步的挖掘和思考 可以改善目前的状况 能优化不合理的流程 从而提升效率 总而言之 都是让当前的情况变得更好 这样的好奇心越旺盛 你的上级心才会越活跃 才会积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自然也就越来越厉害 当一个毕业工作了一年的人 把这一年的经验反复用了15年 看似简历上15年的工作经验很滋身 实际上是在吃老本 还不如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 这就是好奇心薄弱 不思进去 而财员往往财的都是这样的人 平心向竞争对手学习 一说到竞争对手 通常我们在脑子里的第一反应 往往就是 他好讨厌 我好嫉妒 他有什么了不起 我哪里比不上他 可仔细想想 这些想法都是在诉诸情绪 骂爽了 然后呢 对改善自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有潜力的人会换一种思路 先把情绪放在一边 让理智占领大脑的高地 费尽心思 去把竞争对手挖个底朝天 他优秀在哪里 他做对了哪些事 他具备哪些我不具备的条件 他前期做了哪些铺垫 导致了现在的成功 不仅挖他的优点 还要挖他的缺点 他忽略了哪些地方 他有没有产生失误 他错失了哪些机会 如果他注意到了哪几个方面 能做得更好 比如我认识一个刚入行 做自媒体的人 一看同行写了十万家 就酸溜溜地讥讽人家 不就是蹭热点吗 不就是标题取得惊悚一点吗 我才不屑干这种事 但我也认识许多做自媒体的高手 他们看一篇报文 第一反应就是对其进行拆解 从标题的写法到行文的框架 再到每一段的内容排布 像一台拆解机器一样 把零件都扒了出来 一个个去审视和总结 他们想的不是我要干死对方 而是向竞争对手学习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厉害 至于是不是超越对方 他们不关心 再比如你去看任何一个行业的 老大企业和老二企业 表面上他们是竞争关系 实际上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 他们又是合作关系 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市场的开拓时 大家会暂时放下刀枪棍棒 坐下来好好聊聊 我们如何把蛋糕一起做大 在这个合作中 不断吸取对方的优点 改掉自身缺陷 这个时候大家是朋友 不是敌人 所谓立场只会因为 境遇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只有把自己不断做大做强 才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平心静气地 向你的竞争对手学习 不是为了压过对方一头 而是让自己再上升一头 三 在逆境中沉得住气 我有一位资深的HR朋友 他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潜力 不能看他在顺风时是什么表现 而是看他在逆风时沉不沉得住气 顺风的时候 大家都是意气风发 干劲十足 这时不能看出谁真的有能力 谁真的是在混 只有在人生遇到逆境的时候 潮水才会退去 你才会发现谁是真正靠得住 这位朋友干了15年的招聘 他说招聘时最怕遇到 名企大厂子出来的混子 满嘴跑火车一点都不落地 所以他在每次面试的时候 都会问对方一个问题 过去的工作经历中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困难绝境是什么 如果对方回答说没有 基本上他心里就会pass掉 这个候选人 一个工作五六七八年的人 怎么可能一直顺风顺水 毫无困境 没有遇到过 只能说明他不做复盘和总结 每次遇到就过了 从来不会停下思考 如果对方回答说有 他会继续追问 你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 你采取了哪些办法去解决问题 中间遇到了哪些阻碍 你又是如何克服他们的 这就叫抗压测试 朋友说每次进入这个环节 他都会打起12分精神去聆听 因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体现了一个人在逆境中的心态和行动 是否担当得起重任 他还给我总结了一下 这些问题的答案和规律 凡是能把当时的困境描述得具体 比如业务增长遇到瓶颈 项目遇到紧急情况 都是比较真实的 这说明当时这个事情确实造成了深刻影响 一说马上就能想起来 凡是能把当时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具体实施 是完整表示出来的 比如着手做了哪些准备 尝试了哪些办法 做过了哪些研究分析 都是比较靠谱的 这说明遇到棘手问题时 这个人的思路没有乱 反而沉得住气去理清每一条线 而不是一团乱麻 顺境很容易包庇一个人的真实能力 就像打游戏的顺风局 带头大哥能力超群 后面跟着小弟也能吃香喝辣 天塌下来有个高顶着 下面的矮个子就算不思进取 躲进舒适区也不会差到哪去 而逆境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单兵作战能力 因为这个时候他能获得外界帮助是很少的 基本上全得靠自己 是骡子是马拉穿溜溜就一清二楚 顺境看态度 逆境看行为 就是这个道理 四 有带脑子的执行力 执行力不是乱执行 更不是盲人摸象一通乱打 而是带脑子去想 有焦距 有计划 有限期 有反思 有焦距就是找到最重要的目标 而且越少越好 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 要给自己下半年做个to do list的清单 并督促自己要完成全部 但仔细看这个清单 项目又多又杂 比如要学一门外语 要掌握一门编程语言 要考注册会计师 要谈成三个大项目 每一个目标都没那么简单 而且彼此之间的跨度还很大 当你制定了一到两个目标 接下来就能把所有资源 投入到这一到两个目标上 如果制定了四到五个目标 最后大概率只会完成一个 并且这一两个完成的质量 还不见得高 这就是没有焦距 想做的事情越多 分配给各自的时间精力就越少 有计划就是把目标拆分成步骤 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最后做什么 这叫把执行力落地 比如学会一门编程语言 从入门级到专家级 各自有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学基础理论框架 什么时候可以简单的编写一个小程序 什么时候可以做更高难度的项目 这都要循序渐进 而不是一上来就说 我想自己做个网站 只要结果不看过程 很容易犯好高骛远的毛病 制定计划这个行为本身 就体现了你对事物的理解是否透彻 这个计划合不合理 有没有偏差或风险 符不符合实际 能不能准确地达到目标 都反映了你有没有动脑子 有期限就是不要拖延 任何不带期限的执行都是空头白坦 说的时候天花乱坠 做的时候遥遥无期 就像渣男一样永远只会给承诺 永远不行动 最后有反思就是长复盘 哪里做得对就要保持 哪里没做好要亡羊补牢 哪里差点出问题要知道以后如何避免 哪里欠考虑未来要如何打算周全 任何事情都不能过了就过了 要从各种角度榨干它的剩余价值 提炼出为我所用的经验和知识 五 惊得住死磕 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 为了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为了弄明白一个数据 为了做好一份方案 不惜投入自己的全部 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就是死磕 我的职场导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这样的故事 他刚工作几年的时候 有一次帮老板做了一份项目咨询方案 没想到客户方对接人非常搞事 要么说方案里的数据不对 要么说得出的结论站不住脚 要么说出的建议夹大空 为此他前前后后修改了整整20个版本的方案 做项目的一个月时间里 他天天熬夜到晚上11、2点 为了能找到一个行业数据 他去翻了一下午的互联网 电脑上开了40多个网页 并且找到了数据不能算完 还有多个信息源交叉验证 才能确保无误 做完这个项目 他整整受了6斤 但结果是好的 他终于成功拿下了这个大客户 在项目结束后 客户方的对接人还特意发了邮件过来感谢 并且解释了之前的原委 原来这个客户的行业比较特殊 做任何决策都需要大量的数据验证 有时候还需要实地走访很多下沉市场 经常365天 有200天都在中国各大乡镇里面泡着 所以他们在挑选合作伙伴的时候 不仅会看对方方案做的如何 更要看合作伙伴有没有这种认真死磕的精神 能不能和他们共同进退 方案质量很重要 但做方案的整个过程也是考察的重要部分 当时导师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情景 是批判我方案做的不够仔细 交了实际稿方案给他看 该改正的问题一样没改 不该遗漏的信息还是没补全 因此他给我提个醒 想要做好这一行必须要死磕 其实不光是咨询行业这样 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死磕代表着不服输的精神 是一种非要把事情彻底解决的韧劲 这种人做事不会马虎搪塞 更不会在关键的问题上掉链子 这也是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的道理 我见识过身边许多高潜力的人 无论是创业当老板也好 还是做高管也罢 眼看着他们从年轻时一步步成长到现在 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死磕的精神 虽然大家死磕的领域各不相同 但无一例外都是极度认真 啃下苦功 从不矫情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潜力骨 有五个特征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一 对专注的事情抱有好奇心 二 平心向竞争对手学习 三 在逆境中沉得住气 四 带有脑子的执行力 五 惊得住死磕 对手学习近身的 对手学习近身的 高尽 我挑战和声尝